各位快到這一處的經文 三百零五頁 平方大後書第四章第七節 我們同心同身來讀上帝的話請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今天講員柯思義弟兄他的講題是 當跑盡當跑的路 在神經裡面 上帝是給我們他的百姓 很多不同的比喻 幫助我們了解樹林的真理 在九月裡面 大衛說耶華是我的牧者 幫助我們了解神是關心我們 尊顧我們 透過耶利密先知 上帝是指被以色列人說 空中的官鳥知道來去的定期 我的百姓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 一起接先知 是把他的鬍子掛掉 象征著上帝將來來的審判 在信約裡面 耶穌是神的羔羊 幫助我們了解 數學記的意義是什麼 耶穌也是講一個故事 有關一個撒種子的人 幫助我們了解 對福音有不同的回應 耶穌也是講一個故事 有關一個父子的人 他在地上积攒很多財物 但是後來他死掉了 失去了一切 幫助我們了解 提醒我們 我們的生活其實很短 而且我們應該是把我們的基產 我們的財物 基產在天上 這些比喻 你們想一想 這些比喻有什麼共通點 這些比喻裡面的主角 和所發生的事情 都是當時的人 他們天天都看到了 是平凡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而且很非常熟悉的 甚至於太熟悉 我們在這裡當中 可不可以學到一個功課 如果說以前 以前上帝是用一些平凡的事情 找到他的百姓 說不定他現在有一樣的方式 找到我們 我們現在的人 現在的基督徒 在我們心裡面有聖靈 然後也許 聖靈天天要對我們講話 告訴我們 你看這個 你看那個 就是平凡我們天天都看到的事情 我要提醒你 神經裡面的一些教導 但是你聽不到 為什麼聽不到 因為可能我們太忙子 還是我們不讓聖靈對我們講話 不管是在我們的工作場所 我們學校裡面 我們的家裡 還是在大自然裡面 神經一直對我們 用那些我們 司空監管的事情 對我們講話 我們求聖 我勸我們每一個人 呃 祷告的時候 呃 求神 打開我們的心眼 幫助我們看到 可以清清楚楚的 聽到神靈的聲音 今天我們也要思考一個 司空監管的事情 就是一個賽跑 然後從他的當中 要看看有 可以學到什麼功課 一個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再思考一個賽跑的 很多階段 看看他跟我們 我們的基督徒的生活 有什麼 什麼關係 有一些功課 是直接記在神經裡面 所以 我希望每個人都有神經 因為我們要翻到一些經文 剛才在 提摩太后書 第四章第七節 保羅是提到一個賽跑 而且他是 使用他說明 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他說 當跑的路 我已經 跑進了 當 保羅寫這句話 的時候 他是第二次在羅馬 坐牢 就他所知的 就可能 他快要 判死刑 但是拼持他的良心 他相信 他是 他當跑的路 他已經跑進了 而且 他所信的到 他已經守住了 所以這個是那個經文的背景 那現在我們來看 一個賽跑 他怎麼樣 每個階段 我們是來到賽跑的開始 怎麼樣 大家一定 現在是在那個 起跑線 然後 那個 這邊 旁邊的一個 跑 那個 賽跑的人 是對你說 開始抱怨說 哎呀 那我 我受訓的不夠 我今天早上吃的太多了 我怕會抽筋了 你知道我上個禮拜 胖了一個公斤 你不是覺得說我太胖了嗎 那你跟其他的跑步者 會怎麼回答這個人 要閉嘴 因為現在你參加這個賽跑 你要跑 跑步 但是有的時候 我們基督徒也是給自己很多接口 說服自己不要跑步 要活出一個基督徒的生活 魯健不鮮的其中一個是 我不是一個好基督徒 另外一個是 我太忙 我沒有時間 有其他人說 但是我對神經不夠熟 我沒有辦法跟別人做個見證 因為我怕說他們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 也許 上帝現在對你說 你要安靜 就是要跑步 我就是要你跑步 我不是說你對什麼什麼 對神經非常非常熟 但是你跑步的時候 在你跑步的時候 會改變你 給你口彩 知道你當手的話 那當保羅他講到一個賽跑的時候 他是把它分成兩種 這是一種是 我們一輩子要參加一個賽跑 就是我們 我們生活就是一個 我們一輩子就是一個 我們要跑步 另外一個是 我們每天也是一個賽跑 我們可以把它跟那個 玩法執行大賽 來比較 就是在法國 你知道那個大賽 來比較 就是他們每天 騎腳的車 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 後來 但是總共有十二段 十二段算起來 就是那個大賽 所以每一段 每一天就是一個賽跑 我覺得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是對我們基督徒 是給我們基督徒很大的鼓勵 因為每一天是給我們 一個新的機會 一個新的機會 做得更好 我們昨天可能跌倒了 好 但是我們今天 藉著神的幫助 他的力量 可以活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同時 保羅告訴我們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每一天賽跑的之前 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請你們 在你們的聖經裡面翻到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第二十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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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念 凡教力真身的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觀念 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觀念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每天都要訓練 最好的方法訓練自己是 為一個塞法 為一個塞法 訓練自己是要看聖經跟禱告 每天對著一個塞根 每天就來到神的面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一點像 如果一個參加塞法的人 他早上的時候不吃早餐 他不喝水 然後開始他參加那個塞法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他快要跑完全城的時候 他會精疲力竭 一定會 就是他跑不完那個塞法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 有一個人說 但是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應該有 但是我太懶惰 如果你參加一個塞法 然後某一個跑步者對你說 我很懶惰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參加這個塞法幹嘛 奇怪 你懶惰的人不會參加一個塞法 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 我聽基督徒說我很懶惰 然後很納悶 因為我覺得五十年前 如果某一個人說我很懶惰的話 其實是一個可恥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一定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為什麼現在現代的人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 其實上帝不接受 在耶穌其中一個比喻裡面 他是提到一個一個仆人 那個仆人是受到他的主人的一些恩赐 但是他沒有好好用 那你們記得那個主人對那個懶惰的仆人怎麼說 他說 五戒有惡有懶的仆人 他是八戒兩個字 懶惰跟惡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說 你們要基督徒小心說我們懶惰 因為上帝真的不會高興 那我們在參加一個塞法的時候 有一定一件事情一定不要做 一定不要轉身看後面的人 因為如果一個跑步的人這樣做 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跌倒 一定會跌倒 但是我們基督徒有的時候 沒有辦法忘記過去 我們一直記得我們以前的錯過的事情 還是記得我們犯過的罪 更糟糕的我們不會 因為我們一直忘記別人對我們做一些傷人的事 我們懷恨在心 其實我們應該像耶穌一樣 耶穌是饒恕我們的罪 所以我們應該是饒恕別人的 那出信者看到一個基督徒有這樣的態度 他們會怎麼樣 他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基督徒就是一直懷恨在心 他們自己可能覺得 他們可能自己開始懷疑我們基督教的信仰 而且會動搖 但是我們不要記得我們參加塞法的人 不是我們一個人 還有其他的參加塞法的人 如果我們跌倒 在我們後面的人他們怎麼樣 他們也會跌倒 所以我們要小心 我們要像保羅在菲利畢書第三章十三節說的 我們都基督徒知道這個經文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我們應該是以這樣的態度來跑步 那你跑步的時候會不會常常看右邊跟左邊的人 沒有 這樣是不好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會影響你的速度 你跑步的速度 你就是會緩慢你的速度 你要怎麼做 就是你要定睛在前面 在目標 前面的目標 然後要儘快跑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基督徒也是花很多時間 在看其他的基督徒怎麼樣 我們把我們自己跟其他的基督徒來比較 但是這個不通的 神經說不通的 如果說一個老師 他離開教室之前 叫他其中一個同學 你進去教室裡面 把教室裡面的東西整理好 好 那個同學進去 然後他叫另外一個同學在外面 在那個左廊打掃 好 他去做 後來他離開那個教室 那那個外面打掃 就是左廊裡面那個 打掃左廊的那個同學 突然想到 突然告訴自己 其實我覺得在教室裡面整理比較好 比較重要 在外面打掃不是那麼重要 後來他進去 離開左廊 進去那個教室 幫助另外一個同學 後來老師回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左廊沒有打掃好 他會很高興嗎 當然不高興 因為可能那個同學沒有想到的 但是老師想到了 如果走廊裡面的灰塵沒有打掃好 同學進來教室裡面 他們會把那個灰塵帶進來 我們一樣 我們要小心 我們不是把我們 我們不是把我們自己的事工 跟別的基督徒的事工來比較 我們不可以說 某一個事工 比另外一個事工更重要的 因為我們所做的 不是為了人 是為了神 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態度 來做神的工